你最关心的话题 你最在乎的领域 不以人物论大小 不以深浅断话题 三三来客了 我在这里等你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近期新西兰政府推行了一项政策 是要求所有的出租房屋 都必须给租客安装暖气 这一项政策 也是让很多的房东头疼不已 究竟是应该安装什么样的暖气呢 暖气是相等同于空调吗 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一位空调专家 我们欢迎Joshua 你好 谢谢Tina 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政策 好像被很多的这个一些屋主都关注 就是关于租房一定要安这个空调 或者是黑旁 其实很多人好像也有点搞不清楚 到底这些名字有什么区别 那政府他这次的这个就是关于房屋出租 对于屋主的这个要求是从哪一天开始实行 是这个政府呢就开始有这个要求 就是基本上就是确保租客 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能够适合 是 因为我们也去过有些房子 那真的是很冷 冬天的时候真的很冷 那他们小孩子又感冒又流BT 就是环境很不适当 那以前的时候大家都用heater嘛 就是用那些就是暖气机啊什么的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说一定要 难道heater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吗 heater也是可以 可是呢一般上租客的话 他们就是经济不是那么那么那么强 那如果heater的话就很耗电 他如果全整个房子都开heater 下一个月当当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紧张的就就付不起费用 所以一般上就这种情形 他们就不用意去用这个因为很耗电 所以政府呢要确保这个租客 能够住的健康和舒服 就有这个要求必须 出租房必须在冬天的时候 保值18度以上 18度其实也没有很热 对也是没有很热 可是有些房子没有空调的话 特别是老房子 宝窝民又不好等等 那房子有时候真的会挺冷的 其实他这个保温棉和空调这两件事情 它是同时都在要求 对其实保温棉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已经 先行一步 对已经要要求你必须要做到 那空调的话要等今年7月份 7月份以前 房东必须要确保 对他们的出租房有自热的一个源头 能够确保这个 living area 客厅地方能够达到18度以上 那卧室也是一样 卧室倒是没有要求 也就是如果你们都很冷的话 就都去这个客厅可以睡觉 也许以后会要求 目前的话还没有要求 只是说你把日常的活动空间 比如说客厅 主要的一个活动空间 必须要达到18度以上 可是我们都知道 那既然空调这么省电 为什么新西兰这几年才开始 这么重视这个问题 为什么以前都没有提出来说 对当然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高 然后空调以前是很贵的 20年前30年前 那时候空调是非常非常贵的 那最近呢 因为这个进口的越来越多 那以前有一家在纽斯坦 是自己生产的 那时候几乎整个市场 都给人拿下来 对之后呢 很多这个其他牌子的 慢慢就是import进来 所以价钱相对就越来越低 但是我们知道空调 它其实是制冷和制暖 它都可以吗 但是其实政府现在要求的 它主要是针对供暖的这个问题 那会不会有很多房东 它就会觉得说 我没有必要按这个空调啊 因为我只需要有它这个制暖的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法律来讲的话 它至少是要给它按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算合法的 也就是说它空调这个 当然空调是其中一样 那还有其他给它加热的方法 那必须也必须要符合它的要求 那你用一个那个oil heater 或者是panel heater 能不能加热呢 也可以加热 可是呢它也有它的限制 你必须比如说它必须要2.4千瓦以下 那你听那么大 你这里可能需要6千瓦 那你就不能够 不能够你装了很多个panel 因为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 你装了这些heater呢 这个租客还能够付得起这个用得起 如果都装了heater 那个running cost很高的话那还不行 所以现在又能够加热 能够又能够很经济的 租客能够付得起这个费用的就是空调 那有些房子呢 他们也有那个gas 煤气的加热 那它也是有要求 煤气加热也是可以 可是呢那个排气必须要排到屋子外面 因为有些特别有些那种gas bottle 然后就不要老是煤气罐了放在那里 这种就不符合要求 因为它煤气必须要 那个food一直要排到外面去才可以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 就是比如说用这个气的一些管道的 我们说那个暖气片 其实在中国的北方是很盛行的 可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嘛 所以它是一整洞一整洞就是供暖 那么在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我觉得那个暖气片呢 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用像这里那种heating element 它可能是用水 它里面它可以用煤或者是怎么样就加热这个水 让这个水去循环每一楼 到那个这个所谓的那个加热片里面 所以这种你就加热一个水 然后再把水打发到每一个每一层楼 这种就比较比较经济 不像我们用heating element的话就很贵 电费就很高 所以现在就是鼓励这些房东买的空调的话 他们是必须要满足他租的那个房屋的大小来看 买多大的空调 那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 大家比较常说到的一个空调的单位 就是一匹两匹三匹 就是这个单位 但是在新西兰我们都讲的是千瓦数 所以他的这个大概转换的这个数量 是怎么来转换的 一匹大概等于多少千瓦 首先就说到这个到底一个空间 到底要装多大的空调呢 那我们每一个做空调的 我们有自己的算法 那最近政府就出了一个政策 叫做healthy home 那个assessor 他们有专门的人去你家里面去量 去量去测量 当然你请他来还得要付钱 他检查不仅仅是空调 还有其他 比如说你厕所到底没有排风扇 也许已经有排风扇 可是你的排风扇的管道 是排到屋顶里面 那也不合规 还有搓油烟机 有些搓油烟机就只是内循环 并没有排到外面也不行 那有些厕所排风扇有了 可是管道太稀 只有100mm 那也不符合 所以这些healthy home assessor 会检查几样东西 会检查你 比如说窗口有缝太大等等 当然你如果做完这个之后 那你照着他的要求去做完之后 你就很安心 因为这个已经符合了所有的要求 所以他会帮告诉你说你这个空间需要多少5000瓦 那在国内的都是说几匹 基本上一匹等于2.5千瓦 所以空调这个方面有几种算法 一个就是几匹 还有几千瓦 还有几千瓦 还有一匹等于2.5千瓦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现在的如果说是一个100平的一个屋子 但是他其实客厅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100平 所以他只需要按照客厅的这个大小 然后来装一个大概多大的 对 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他们先来测量 如果说你的客厅有门的话那就很好 他只要算那个客厅里面的面积 如果你客厅没有门的话 他是全部都要算进去 他就一直算 比如说你有二楼你楼梯上去楼梯上去以后还有一个小厅 然后还有一个走廊 他一直算算到有门为止 那这样子不是在逼着这些房东要改造他的房屋 把它变得更就是更小的成本 所以我们有遇到房东宁可去加一个我们几百块钱 也不用花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他要11千瓦 12千瓦 基本上没有一台空调能够有这么大这么大的功率 那就装中央空调 对 所以装中央空调成本又很高 房东也不愿意付这个钱 所以有时候逼得你要装两个分体空调 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现在就是在新西兰这些房东 他们就是能够支付或者愿意支付的 都是哪一种类型的空调 就在这个法律的界限当中 就空调有很多种 那最普通最经济就是所谓的挂臂空调 所以挂在墙上 一个像图子里面的第二个就是挂臂空调 一个室内机加上一个室外机 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挂臂空调 它其实从省电来讲的话 它也有分很多种嘛 比如说是这个变频的或者不变频的 那后面我们可以请您跟我们讲更多 但是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法律条例上 是不是就7月份之前 整个新西兰装空调的人会非常多 对 现在有很多房东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所以劝大家尽快去安排这个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据我本身的体验 去年还是前年 我有一个出租房 那时候要做保卧门 到最后的时候 我太忙了也没注意 那房客就告诉我说 Joshua 你家里的保卧门出租房要做 要不然我就被罚4000块 我听起来就很紧张 赶快打电话打几家电话 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给我报价 而且他们这些做保卧门的公司 都已经太忙太忙了 所以奉劝大家能够尽快安排这个 到最后会第一个会越来越忙 第二个价钱肯定会越来越高 因为各个做空调根本都负荷不过来 那价钱可能会变高 那政府在这个时候 他会不会出手一些方法 来管控这个空调的价格在市场上 还是说政府他其实没有办法来管这个问题 对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管的 可是前面你也提到了 就是如果一个房东 他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装空调 或者装多大的 是不是现在每一个房 就是房东 他为了要做这个事情之前 都必须要像你刚刚提到的 去请那些人过来测量 必须请专家过来测量 而不能自己测 这个就有一点灰色地带 如果你的房子是交给出租房的公司去打理的话 他们一般上都会去请这些人去做测量 就他们是比较规范的一些管理 那有些房东我也遇过 他们自己很懂的 他自己也去测量 因为其实在网上 政府也有给你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测量 你这堵墙多大 然后这堵墙有一个玻璃窗 玻璃窗是多大 等等 你全部把它算好放进去 他也会告诉你说你需要多大千瓦的 所以他是可以自己做的 但是你是自己做完了以后 需要到最后可能还要接受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一个审核 还是说其实是没有人在管你 这个真是很心中 现在之后怎么样 我们也不晓得 有些房东他自己算出来 就觉得这样可以的 有时候就请空调的 我们去计算了 他就这样做 那有些他们就透过Healthy Home Accessor去做 这样子的话 他们做了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certificate 或者一个report 我告诉你说你需要多大的 你有这个文字之后 你就很放心 你客厅所需要的多少千瓦都已经符合了 可是我们知道现在虽然在新西兰装空调的人 以前没有那么多 但现在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了 我就很好奇 如果像这些房东他自己这么厉害 他说我自己来装 我去买一个空调 我自己回家 然后我什么都自己做 我减少一些人力的成本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被政府允许的 就是装空调他有没有相关的安装人员这个方面的一些要求 有 目前装空调这一块 他特别有要求是做电这方面 比如说你家里要做什么电都是要有电工 而且是注册的 这样你才可以合法 那空调目前基本上谁去安装都可以 就是他没有对于安装工人有特别的一些这个 在澳洲的话 在澳洲所有的空调必须透过合法的 就是qualify的 他需要一个license 对去license去安装 目前的纽约并不需要license去安装空调这一块 可是电这一块你就需要 那不同的厂家他都有一些要求 因为他要知道我的产品 我必须要透过懂的人被培训过的人 比如说ABC这个厂牌 他们也安排了一个训练课程 那你必须上完他的个程 他给你一个证书 那你就成为一个accredited installer 那你以后 比如说几年以后有坏了之后 你要去claim那个warranty的话 如果是透过不是accredited installer的话 他可以拒绝你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每个公司 他的要求有可能不一样 那么他这些安装工人的水平 包括他出来的这些效果 可能也有区别 那这个就说到了最后 我们说可能这个就根据市场上 品牌的一些不同的质量 甚至是跟价格有关系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空调的这个市场 也是确确实实是变化万千的 那在这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听周世瓦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不同的品牌应该怎么选择 欢迎回来这里是酸酸来客了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空调专家 Joshua再次欢迎你 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因为政府的这个压力 现在不得不让大家都开始忙忙的去安空调了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房东房客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但其实现在大部分买了特别是买了新房的人 他们可能都会主动的去安装空调 那安装空调的这个过程里面 特别像我这样不太懂的人 可能就会比较疑惑 我要买什么样的品牌 我要买大概什么样的价位的是比较合适的 那你现在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市场 有没有调查过 人们比较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空调 空调有很多类最普通的就是挂币的空调 因为挂币空调基本上是最经济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进口的量很大 因为空调有很多种 还有一些落地式的 还有挂币式的 还有中央空调 还有西顶式的各种各样的空调 那目前的话就是挂币式是最经济 因为他们买的最多的 所以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是最最经济的 是挂币式的这个空调 它是不是从以前的那种窗体式的空调 进化而来的 那比较起来是不是相对而言 还是比以前窗体式的那种更省电更节能 空调省电主要是靠它的 因为空调里面最耗电的就是它的马达 马达或者是压缩机 那现在呢 透过有一家公司叫大金 英文叫DAIKING 他们研发了这个技术就是变频 是他们研发的 对 变频 变频是什么意思呢 变频就是说这个马达有很多个速度 就好像普通电风扇 也许有些很简单 对 一个速度 有些是一个两个三个速度 那变频空调就是你要理解到这个压缩机 它有很多很多的速度 对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图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变频和非变频 它出来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 变频空调的话 它起步会稍微慢一点 那以前老式的非变频的 基本上它压缩机就一个马达就一个速度 它你一开机 它马达就要开始 因为那个马达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上坡就用三倍的电 你用了三倍的电以后 就开始压缩机在工作 达到你设定的温度以后 它压缩机就会停掉 就回到零 然后温度有相差的时候 那压缩机又开始工作 又要开始 每一次的开始 这样就比较耗电 对又很多的电 那变频空调它起步稍微会比较慢一点 当它达到温度的时候 它会在上面 会幅度很小 它保持的温度很好 所以每一次要起来的时候 就很小的一个坡度 所以就非常的省电 所以说怪不得 其实很多人也会讲到 变频空调是开得越久就越省电 特别是比较起这个非变频的技术来讲的话 这也是这个原理 所以现在新一代的人去安装空调 是不是都会安变频的呢 因为它的价格是不是也会偏高一点 现在的变频已经很普遍了 非变频的空调也许都买不到了 对 特别是纽织航 因为纽织航有很多的政策 它有对于空调进到这里来 基本上都要经过审核的 一个是省电的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噪音的指标 就包括环保等等 对 噪音 有些空调噪音比较大 室内机的噪音或者室外机的噪音 我曾经做过一个牌子 现在已经停了 那时候也是很便宜 然后有一个型号 之后我要去买的时候 它就目前不能卖 我说为什么呢 它说这个达不到政府的要求 所以他们要改良 要把声音降低到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新西兰这里 它还是有这些法律的要求 那相对于比如说挂体式的 然后有这些中央空调的 还有一些比较立柜式的等等 这不同的类型的空调 哪一种是声音最小的 最小声 或者说哪一种的声音是最大的 最小声的话也许是中央空调吧 那中央空调 因为它机器本身是装在屋顶里面 那装中央空调也很有讲究 那装中央空调 其实确实是比较美观一点 因为它就不需要有这样的 外形的 占地的一个机器放在那里 对 说到噪音也很有讲究 就是你安装中央空调 你那个机器掉下来也很有讲究 千万不能够掉在这个卧室上面 既然装在厨房 或者是走廊 厕所这些地方 然后那个钓的方法 还有风管等等 要有隔温等等 还有那个风管的大小 如果 比如说这个风管应该要用这么大 你只用这么小 可能你安装的时候就省了材料成本 可是用起来那个噪音就很大 因为你这么大风量都透过这么小的一个一个管道来的话 所以如果装对的话基本上会很安静的 那是不是中央空调每一个装之前他都要设计一套方案 怎么去具体的进行 那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大一点小一点的 他就根据每一个厂家或者商家 他根据他们的成本 包括他们对于质量的这些把关来判断应该怎么装 是 中央空调跟普通挂冰空调也一样 就是照做繁殖的大小 然后来算它需要有多大的功率 功率要对 如果功率不够的话 第一个有时候你就达不到温度 第二个会比较耗电 那个因为每一个空调多耗电 它都有一个指数 比如说它用电这个牌子是用电这么多 可是这次指着它压缩机差不多跑它一半的功率 一半的马力 如果说装的太小 你可能要省一点钱用小一点的机器 那这个压缩机就要很努力的工作 那个循转要很高 第一个很高的时候声音也比较大 第二个也很耗电 所以必须要有适当的适合的那个功率 是那如果说一个很大的房子 他说我想要省电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 我一次性按一个中央空调更省电更好呢 还是说我每一个角落都去挂一个挂壁室 其实如果房子很大 有很多个卧室等等 有一些挂壁空调 它也可以用多连机 就一个室外机或者两个室外机 可以有很多挂壁空调 连到一个室外机 能够达到8个室内机用一个室外机 当然这个功率也有关系 这种的好处的话 它会比较省电 因为每一个室内机 都是透过这个电子联系到室外机去 所以你开哪一个 刮哪一个 那个室外机都知道 那不好处就是你墙上就挂了一个 有些人就觉得 我心里没有那么美观 对我不喜欢有东西挂在墙上 那至于中央空调的话 它的优点就是你墙上不用挂 那每一个卧室可能有一个风口 那你就可以这个风就能够送到每一个卧室去 可是这种的话 就普通比较传统比较经济的中央空调的话 透过风管来分到每一个卧室的话 控制温度就比较困难 因为它只有一个压缩机 只有一个主要的面板 你设几度 那就看我们怎么样分配那个风量到每一个空间 有时候有一个房间风量太大 用户就觉得这个太热了 有些不够的话就觉得这个卧室太冷了 那个房间又太热 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问题 是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按一个中央空调 它的价格也是我们普通的空调的几倍 如果说你一个新房子或者旧房子 有这么多个空间 你每一个空间都按一个空调 就是达到整栋房子都有空调 挂壁的 跟一个中央空调 跟整个房子也涵盖 价钱可能差不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人 在大房子里面会选择中央空调的原因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看起来比较美观 然后比较节省地方 但是您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温度 实际上我们一般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 都会觉得很热的时候我才开空调 或者是很冷的时候 但是温度跟我们的省电 或者说是在我们的空调的真正的使用规范里面 它有没有一些关系 对 这个很好的问题 很多人不晓得适当的用空调 所以有些人说我不喜欢空调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冷冷的 其实设定温度是很有关系 你要必须要在冬天或者夏天要设得适当的温度 不能有些人就觉得我进到这个卧室里面太热了 所以马上就用调到最低 然后想这个空调能够赶快的能够冷下来 其实这个也没用 因为压缩机也只能跑那么快 你不管你设什么样温度 它也只能跑这么快 那压缩机不会因为你设的温度非常非常低 它就跑得很快 它只能跑这么快 所以我是劝大家 如果适合的温度 比如说自冷的话 可能22度 23度 舒服的温度 你一开始不管你多热 一开始就设20度以上 对 我本身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可能23 24度自冷 是 有些人觉得哇 为什么自冷放那么高不是自热吗 可是它最低的好像也才16度 对有些牌子只能设16度18度 可是一个一个空调在一个空间里面 如果真正达到18度 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受不了 所以一开始就要设好温度 我去了有些餐馆他们空调也都不开 因为他我说为什么不开 他说有些客人觉得太冷 因为每一次他们都设的温度都是18度等等 所以一开始要设适当的温度 设的适当的温度 第一个用起来的话很舒服 不会说太冷或者太过热 第二个又比较省电 那如果是制热呢 制热的话 我本身的话大概设在19度 20度 反而更低 对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制热的温度要比制冷的温度还要低一点 才更合适呢 这个的话就是当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体其实都是靠温差来的 冬天外面的温度是一个温度 我们进处进处 我们身体就已经达到 已经调整到一个温度 所以夏天也是一样 身体我们都会 就是温差不要太大 对 所以进到房间的时候 你要跟外面的温度相对而言比较接近一点 对 所以用的空调的时候 我是建议如果噪音不是问题 尽量把风上 风开大一点 空调风向 这个风开大一点 其实并不耗电 最主要耗电就是温度 所以越低是越耗电 或者说是冬天越高是越耗电 对 因为你这个设的温度就影响压缩机要做多少的工作量 那你设风扇的温度 这个速度的时候 风扇其实里面就一个小小的马达 只用一点点的电 所以一般上如果声音不是问题就开大一点 大一点有什么好处呢 就让整个空气循环快一点 那冬天的话很冷嘛 尽量它热风往外吹 尽量把冷的空气吸到空调里面 再给它加热这样循环更快一点 就让你能够达到更舒服一点更快一点 而且有些比较遥远的冷空气也能够透过风扇把它 把它循转回来能够给它加热 所以风扇开大一点是有帮助的 温度不要放太高 或者不要放太低 要适当的温度 这样子的话用起来的话会比较省电 大家都用的比较舒服 是 原来这个确实是也是让我们增长很多的知识 可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选择这个品牌的问题 因为您也提到了西西兰这边大部分是依赖于进口的 那进口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有亚洲国家 欧美国家 甚至是我们比邻的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 我们说基本上我们在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秘诀或者是技巧 怎么选择比较性价比高的品牌 品牌是 的确是 目前就明载挂壁空调 纽西兰没有生产的 就有一些商业的空调 纽西兰有生产 那进口的有很多品牌 我建议就是要选择那些在新西兰牌子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空调这里实用寿命可能 10年 15年 有些超过15年也有 那如果品牌很小的话 你用了5年 8年以后 已经过了保修期 那坏掉了 只需要一个零件 那个零件可能就只10块钱 那没有这个零件 那怎么办 这空调就不能使用了 那不能使用怎么办 就要换一个空调 当你去换一个空调的时候 这时候差价不是说三五百块钱 一个装一个空调都是1000块以上的 所以现在宁可花多一点钱 去选一些牌子在新西兰牌子比较大的 那有很多牌子 有些牌子在其他国家它很大 那没问题 可是这个牌子可能质量也很好 在新西兰它很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大的 反而在新西兰有可能很小 这些都是透过Marketing 有些牌子已经开始很久了 所以他们自己已经变很大的公司 他有经济等等 这个设备销售等等 他已经很大了 所以他能够付得起这个费用 来备注这些零件 因为你想几十个品牌 几十种的空调有零件是很多很多 需要很多的钱才能备得起这些零件 所以比较小的公司他们备不起的 那有时有些变成没有这个零件 你要等冬天大家冷的方式 那要等这个零件从海外进来 要等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或者说再久一点连这个零件 他说discontinued 已经没有这个零件了 已经买不到了 那这时候你就要花钱换整个空调 所以买一个比较大的 在新西兰比较大的牌子 这个好像听上去就跟买车 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就是根据新西兰本地的这个市场来定 那究竟哪一些品牌在新西兰是市场比较大的呢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听我们空调专家 Joshua 再次欢迎你 刚才我们聊到了还没有意犹未尽 刚好聊到说怎么选择品牌的这个问题 新西兰似乎跟有一些国家不太一样 这里的市场是由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各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 所以目前您接触到的这里最受欢迎的品牌是哪一些 在新西兰有很多品牌 比较在新西兰历史比较久 然后比较受欢迎的 有我个人认为有四个牌子 一个就是三菱电子 三菱日本的 对三菱电子 三菱有两种 一种是三菱重工 还有一个三菱电子 三菱重工这里也有 可是就没有三菱电子这么大 这个公司 然后还有就是大菱 也是日本的 就刚刚说到变品空调的这个十足 对 还有松下 还有富士通 这四个在新西兰算是 踢上去都是日本的 对对对 是因为日本进口到新西兰的成本更低吗 也不是 他们比较早开始 OK 当然近几年隔离也是发展的很好 所以其实在中国隔离算是第一大品牌了 它是专门生产这个空调 然后好像在各方面的技术 这几年也是发展的很快 可是在新西兰的使用上面 应该也是远不如其他几个品牌 对因为隔离的话 也就是在这里就是历史比较短一点 然后没有这么普遍 那因为我们亚洲人在新西兰 比例还是比较少的 那洋人的话一般上都是 就是这个日本的牌子比较久 他们比较信任这个牌 那为什么没有欧美的品牌 是说他们没有太多的去制造 关于空调的这个行业 欧美的话美国有一个牌子 又或者是carrier在这里也有 可是他们老实说做的不怎么样 其实他们也没有自己生产 我认为他们都是代工 叫其他厂家代工 那刚刚您说到那四个日本的品牌 在新西兰都是有生产的这个车间和工厂的吗 不在新西兰生产 也都在国外 他们都是进口的 对 零件都是进口的 对 比如说三菱 电子大金这两个牌子主要是在泰国生产 虽然是在泰国生产 可是日本人不是叫别人代工的 他们是自己在泰国设了工厂 然后是有自己的人去 对 日本人自己住在泰国 去管理这个零件 那松下的话 松下如果挂币空调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 那中央空调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 还有富士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对 富士通在中国的这个厂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在这里的这几个品牌 他们之间价格差别大吗 或者他们的竞争怎么样 对 价格肯定是有不一样的 三菱电子的话是最贵的 可是这么多空调里面 这个故障的故障率是最低的 全纽约是最低的 所以它一般的平均使用寿命有多少年 如果有好好保养 10年 15年都没有问题 所以一般这里的空调 就是买一个新的空调的话 它的保修期是多久 这日本的牌子都一般上都五年 那富士通它就给六年 那五年之内您接触到的有出问题的多吗 日本牌子里面有些出问题还是挺多的 那这个出问题是它空调本身的质量问题 还是说跟安装有关 或者说是跟它这个房屋本身的一些什么结构等等有关系 这个空调一般上日本的牌子至少都有五年的保修 在这保修期间 出问题有分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 那在这个保修期内去维修都不用付费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安装的问题 比如说浮量漏了 就是因为安装不好 接管接的不好 所以浮量漏了 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安装的问题的话 厂家就不会去负责 就安装师傅自己去负责 那我也接到很多电话 有些人就说 我帮了这个房子 这个空调坏了 我也不晓得之前是谁安装的 怎么去找呢 我有一个秘诀告诉你 怎么去找到开始是谁去安装的 那每一个机器它都有一个label 一个贴 一个商标 然后里面就写了很多小小的字 它会告诉你这个型号是什么 还有它的serial number叫什么 序列号 对 它本来出厂的那个厂商号 对 它有一个厂商号 这厂商号 比如说这个牌子 你就可以打去那个厂家 你告诉他说 这个是我的型号 然后serial number是这个 他们一电脑输入 就可以知道 这台空调是什么时候买的 是哪一家公司买的 那你知道哪一家公司买的 你就可以去找那家公司 如果是还在五年内 那你就可以打那个公司 我这里有个空调坏了 那就请他们过来处理 所以如果那个安装人员 已经没有在那公司上班了 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说这些大牌子的话 公司他们都是很保 很顾到他们的名义的 所以如果说某个安装师傅 有些做了几年就去做干其他 做水工电工去了 那这时候找不到或者是移民到其他国家 这时候你可以告诉这个厂家说 我这空调是某某公司或者没有人安装的 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那怎么办 这还在保修期内 所以一般上这样子的话 那厂家会去找另外他们的代理的人 因为每个厂家都有些代理 找这个代理的人 那他们这个厂家就会告诉这个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就会去帮他 帮这个厂家去处理 那房东也不需要去付钱 所以这个公司他本身在这个保修期内 他是会帮他们去负责这个费用的 可是保修期内就还好 既然您说到这个日本的这些企业 他其实还是蛮讲求质量的 那如果过了保质期了 那他这个空调又出问题了 怎么办 随便找人来修吗 对如果过了保修期的话 基本上这个厂家就不会去付这个零件的费用 技术人员的费用 所以这时候你只好要找做空调的公司 来去处理 一般上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这个技术人员就要到你家去 去检查到底空调哪里出了问题 需要什么零件 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可能现场就可以解决 那这个技术人员出来的话 是要付费的 就是上门费 对上门费 因为你想技术人员出来也不是免费的 他们也要这个公司也要付工资给他们 所以检查以后他会告诉你说 有时候需要这个零件 那他就会报价给你说 这个零件要多少钱 这个人工需要 所以整个维修下来需要多少钱 那你接受这个报价 公司就会去订这个零件 订到了之后再来把你维修 那会不会有很多就是听到了他说的报价之后 就觉得我不如换一个新的 也是有 特别有些空调比较旧的话 那时候可能有些很旧空调也许还不是变频的 有些是很旧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空调的那个里面的冷媒 冷媒 英文叫做refrigerant 这个冷媒的话 它很旧的话就R22 这种冷媒几年前政府已经 新西兰政府已经禁止使用了 如果你这种很旧的空调坏了都不能修 对坏了的话 特别需要牵扯到服务量是不能修 不可以修的 我们是不会去修的 只能做报废处理 对 只能做 所以趁机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家里的空调是这种情况的 趁早可以进行这个更换或者是维修 那空调的这个质量和寿命 其实跟这一些都是有关系的 对如果有好好保养的话 这个空调寿命是挺长的 那您说到保养 就是我们知道买了空调 如果它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之前 我们是不会想要打电话 请人来看一看的 可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空调保养 我就很纳闷 这个空调保养 怎么怎么去保养 就是我要每天去清洗它吗 怎么清洗 对空调 第一个观众需要注意到很多人 他没有这个概念说空调需要维护的 不要去清洗的 他就一直使用 使用到开始的时候效果很好 越来越久 然后觉得奇怪 现在自热要等了很久 或者自然又等了很久 反应越来越慢 对反应越来越慢 其实空调那个过滤网已经脏到不行了 风都已经循环不好了 已经没什么风可以出的来了 这时候这个对机器也破坏很大 第二个也很耗电 因为空调一直要这样工作 而且就一直很慢很慢才能达到温度 所以空调是需要维护的 那如果是商业的空调的话 政府有要求每三个月需要维护 请这个专门的人员来清洁 对这个空调特别有牵扯到先锋 Fresh Air的话 就每三个月就需要维护 那住宅的话政府就没有要求 我们就建议就是一年 或者顶多一年半就要去清理一遍 清洗一遍 这样子的话能够保持它的寿命 然后效果也会保持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如果是没有生活在新西兰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也许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空气不太好 所以说这个空调它经常使用 会进很多的脏东西污染物进去 可是新西兰的空气很好啊 为什么空气这么好的地方 它还会有这么脏的这些成分 进入到空调里面 是在这里的空调相对的话 真的是比我本身从马来西亚来的 在马来西亚空调要去维护洗这个空调 他们都要拿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撑在下面 然后盖子打开用这个水 用灰灰尘上 对水来匆匆让整个洗掉很干净 新西兰一般上不需要求肥很老的空调 那一般上空气是挺干净的 可是呢你门总是会打开 你想很多时候你桌子没叉 等一周一手一摸还是很多灰尘 所以灰尘它跟我们所说空气中的那些污染物雾霾 它是两码石 它是两个概念 并不是说空气很新鲜就没有灰尘 所以灰尘还是随时都会进到这个空调里面去的 对因为空调需要空气循环 所以这个过滤碗会粘掉 是 所以一般上维护空调的话 大家也可以最基本的动作 就把空调过滤碗来清洗 那空调一般上就是挂臂的话 它前面都有一个盖子 那左边右边把它拿开起来 它会整个旋转打开 把它开上来 然后一般上就有两个过滤片 然后把过滤片拿下来去清洗 清洗干净弄干以后再放回去 这是最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这种其实也很有帮助 让它能够效率更高 不要太久灰尘最后都渗透到机器 就不好清洗了 热能交换器里面 这就以后就真的不好清洗了 所以这一种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是中央空调呢 因为中央空调它跟普通的那个 就是有挂体式或者立柜式的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是必须要请专门的人来清洁 中央空调的也有过滤网 那一般上过滤网都在天花板上 也许大家有中央空调就是一个四方形的 一格一格的 那一般上它有一个螺丝 你把它小心打开 就像这个工人这样子 你把它打开拉下来 然后有一个过滤网就可以把它拉下去清洗 清洗干净之后再放回去 那有些过滤网不在那里 要在屋顶里面的话 特别是商用的话 很多过滤网在屋顶里面 这时候就要用楼梯爬上去 把过滤网拿下来去清洗 所以其实清洗还是很重要的 就每个人在保护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还有怎么来自测呢 就是我如果突然发现有一天 我还没有来得去清洗的时候 我这空调打不开了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 家里也没有停电 那这种情况我是马上要打电话 去叫人来修空调吗 对你叫人来修空调 可能过了保修期 也可能就要付费 或者是把保修期内 你没有合适的使用 可能他们也会charge你 比如说你现在明明要自冷 然后你的模式是按着自热模式 然后你调的温度 那为什么使用不恰当 对这时候不是产家的问题 也不是安装的问题 是你使用的问题 都有使用说明 所以我教大家 就是说如果万一有一天空调出了问题 怎么办呢 第一个你要看那个模式 看模式 对它的遥控器上面都有一个模式 有自热自冷除湿送风 这四个模式 还有自动 你必须如果你要自热的话 你必须要选那个模式 一般有些牌子会告诉你说 自热的话咱就放热 或者的话就有一个圆圆的 然后太阳的形状 这个自热 那自冷的形状就是一个雪花的形状 有时候你没仔细看的话 以为是一样的 眼睛不太好 以为是一样的 你要明明要自冷的话 你就放在一个太阳形状 这时候就不对 所以你make sure自热自冷要 这模式要选的对 当你选对以后要注意 不是说空调马上就吹热风 或者马上吹冷风 就是变频它会比较慢一点 它需要启动一段时间 对你需要一点时间 特别还有一个冬天 有些客人打来说 空调已经开了 我开风扇开最大 然后温度调很高 一点风出来都没有 其实有时候如果你选对是自热 然后你风扇调最大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反应 其实不是说空调不工作 其实压缩器已经在工作了 那它原产的设置里面 就是机器不达到某个温度 它不往外吹风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吹很多风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冷很凉不舒服 所以它原产的设置就是 它风扇有时候转得很慢 或者是有时候干脆不转 达到某个温度以后 在里面达到某个温度以后 开始它就开始风扇慢慢的在转 越久越久就走得越快 所以模式要调得对 还有一个有时候你遥控器 没电电池了 换一个电池 还有就是遥控器有电池 按了完全没反应 连一点灯都没有完全没反应 这时候一般上就是没有电 没有电的话 你第一个去室外机 每一个室外机都有一个开光 Isoleator make sure 灯个是打开的 所以这个没有电 不是说你们家真的没有电 而且说可能它这个空调 突然就失去了电 没有 有时候被小朋友 或者路过的人无聊就把它关掉了 还有个如果外面打开还没有电 那你要去你的那个电箱 switch board 一般上在车库里面 看有没有一些杂跳了 那你就如果是跳了 你就把它往上推 然后外面make sure 打开 然后这时候两个电源都是开的话 这时候应该是有 所以你可以这样打开 那有时候它是有 你按也有反应 可是还是有故障 这时候你可以把室外机的杂关掉 至少要关掉5分钟 你关一下子马上打开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还有备用电池 有些它记力还记在那里 所以把它关掉5分钟 或者10分钟15分钟 以后你再打开 有时候这样reset一下就好 所以听上去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空调 突然不工作的时候 也不要那么着急 毕竟在新西兰找人也是挺麻烦的 所以自己在家里面 先做一点自我检测 包括前面就是提到的 我们的清洁等等 各方面可能都要做好维护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寿命 而空调的寿命 继续能够保持延长 好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就是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欢迎给下方所显示的 短信平台进行留言 同时不要忘了我们的 YouTube频道已经开通 欢迎您搜索33新西兰 我是文婷 下期节目再见